上個星期我們主要是 今天應該是第五次上課 上個星期第四次上課部分 總共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大概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主要是講有關日期時間函數相關的內容 裡面的話當然比較常用的包含就是像 這個Dedif 還有像那個 就是像E-Day或者像Mans 裡面我們會用到一個ifl 之前好像也用過文字的部分 然後再講到有關那個用VBA做格式化 比如說禮拜六一個顏色 禮拜天一個顏色 那包含字的顏色跟底色做變動 然後呢 另外有講到有一個這個用那個 conif這個函數 配合篩選做那個查詢黑名單的部分 然後 這個地方的話呢 最後把那個黑名單找到的 找到的那個黑名單 把它call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這個部分特別注意就是 有跨這個工作表的部分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大概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稍微秀一下 那其實 不外乎就是說呢 針對什麼呢 針對這個黑名單部分 黑名單部分 那這個目前是有篩選 我把那個篩選關閉 那這裡的話當然 我們 這個黑名單 會用到conif conif做這個 查詢的部分 那查什麼 查黑名單裡面有沒有這個email 那這個黑名單連結 它這個name的話表示 可能是公式裡面這個名稱管理員 裡面的那個定義 已經跑掉了 所以再把那個 這個黑名單的名稱我把它再加上去 應該就ok了 那黑名單建立的方式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選取你要這個 選取那個你要 這個 變成黑名單的範圍 比如這個範圍是黑名單 那我們把這個範圍用 選那個a2到cd去個向下 然後呢給它一個名稱 定義名稱的話呢 其實也蠻簡單的 但是相當重要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給它一個名稱 那名稱的話呢也許叫做黑名單 這個地方給它一個黑名單 ok 選起來之後的話呢給一個黑名單的名稱 然後在這邊輸入名稱之後按enter就可以了 它會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會出現那個黑名單 的這個 在那個名稱管理員裡面 那假如說你在這個 那個名稱管理員裡面找不到的話 那表示是定義名稱有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關掉 ok 然後呢給它一個名稱 欸 它當掉了 ok 那可能是那個命名的部分 有一點問題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待會就要來看其他案例 我把那個剛剛的 剛剛這個還在 看一下那個 這個範圍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也許叫黑名單 把這個名稱Ctrl-C 然後Ctrl-C 然後Ctrl-C 向下 給它一個名稱 叫黑名單 fenter一下 好 那這個名稱有了之後 這邊應該就會出現了 ok 如果你看到那個 剛剛有個 緊Nan的話 表示定義名稱 好要跑掉 那 如果你要確定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在 這個地方會有個黑名單 那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範圍連結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應該就沒問題 好 那最後當然我們就是很快的把這個 剛剛的動作 前面的動作假如說你要把它變VBA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變成 這個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呢 把前面做的篩選結果 通通都call到我們的查詢結果裡面來 那特別注意的話呢 這個地方喔 它是有跨工作表的查詢 也就是說呢 我去查詢名單裡面找到我要查的名單 再去黑名單裡面找找看有沒有 有的話呢 就把這個黑名單把它記錄在這邊來 ok 所以其實這邊是有三個工作表 然後最後的話有個清楚 所以特別注意那個跨工作表喔 如果以後的話你要跨工作表 那特別注意喔 記得呢在這個前面喔 範圍的前面記得喔 如果它不是在 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什麼叫同一個 一般呢我們是以那個按鈕所在的位置 當成是你目前的工作表 那如果說你的資料 假如說不是在按鈕跟按鈕在一起的話 在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就表示是另外工作表 跨工作表 所以如果假設 你的資料是在查詢名單 跟黑名單裡面的話 那記得喔 一定要加上什麼 shits 刮糊 裡面的話就給那個 它的範圍喔 給它 它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這個蠻重要的喔 如果沒有加這個動作的話 那理論上喔 我們做的這些查詢動作會失敗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 理論上就是說把 前面的要查詢的那個 公式都通通丟到這邊來啦 那因為要丟到這邊來的話 一定是跨工作表 所以一定跨工作表的話呢 那我們就有必要呢 在前面加上什麼 加上工作表名稱 電 那個儲存格的範圍 OK 所以記得這邊一定要再加 那你練習的時候喔 可以不需要 那個 丟這個 那 最後的話記得 一定要把那個工作表 的名稱加上去 這個是還蠻常常遇到的問題 那最後當然喔 我們就是 把這個結果給做完之後 比如說我這邊 丟過去 那它就會把 所有的公式喔 通通都丟到 這個地方來 丟過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篩選 那篩選的話當然喔 如果在VBA裡面其實 很簡單 就是一個叫 Autofilter的一個方法 這個篩選 那篩選的話是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我先把這個篩選 這個取消掉 A1喔 到 這個 B的最下面 所以理論上是 A跟 B的最下面 Ctrl-ship 向下 這個範圍 到100啦 這個範圍裡面呢 去一個一個幫你去做篩選 那篩選的話呢 篩選基本上是針對B欄 所以呢 我們假設要下那個 程式的語法的話記得喔 就是 就是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 工作表 什麼工作表 序齒 查詢名單 點 他要篩選的範圍 就是A1 到 B1000 做篩選的話呢 那就是Autofilter 那後面給兩個參數 一個是哪一欄 第二欄 這個B欄就是2 針對這一欄 找什麼呢 找是1的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這一行 這個部分執行的話 它就會只留下1的部分 那0的部分就隱藏起來了 那我們就是在把什麼呢 找到這個範圍裡面的什麼呢 A2 從A2一直往下 應該是到A1000吧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這個一樣是這個工作表 這 什麼範圍呢 A2到A1000 那幫我call到哪裡呢 call到查詢結果 因為按鈕將來是在查詢結果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range前面沒有加工作表 這個名稱 為什麼 因為將來是在按鈕的 這個同一個工作表 就不需要 讓把它call過來 那我們可以在最後再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 資料就call過 這個是上個禮拜 最後講到的部分 那如果 假如你對這個部分比較陌生的話 那可能就是在 把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部分 稍微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呢 再幫我開啟這個另外一道題目啊 就是 這個 con if 樂透彩的重鑰接統計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 統計幾個部分 第一個 請各位開啟這個檔案 那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資料 其實這個資料的話 總共呢 就是有樂透彩兩年的資料 101跟102 那其實它的規則是這樣啦 每一期 開啟號碼一定是六個 哪一個特別號 所以總共七個號碼 一期就是七個號碼 那如果我想知道 這個每一期七個號碼 這個101年 它開的號碼是1到42號 哪一個號碼是機率最高的 OK 那我想要知道 兩年到底哪一個機率最高 幫我排名出來 因為我想要算一下哪一個號碼 機率最高 也許可以當成我要 投注的參考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 請各位先思考一下機率 機率要怎麼算比較簡單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 那 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呢 先複習一下 然後再看一下那個 我們康乙福這一題好了 OK 那我一樣喔 先把分享 這個畫面先關起來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部分 稍微重點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再來看那個 這個樂透彩喔 其實喔 在那個 我們的 第四個單元裡面的 有個叫做 康乙福樂透彩 拿到最新的 中獎機率統計什麼 中獎機率統計這一題喔 好